關於復和,我自己來說,處理問題我總是兩方面的 一個是誤性和生活上的 另一個是靈性的 不只是祈禱,他們在吵架又會變不吵架 或者祈禱,他們本來關係不好,他們就會改善 這個是必定需要處理 因為神都自給我們人有靈性和平性 有人的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因為他們的思想為何不符合呢? 因為他們兩人都有一種不好的經驗 不能夠懸說對方 生氣對方,不欣賞對方 或者數算對方的不好處 神的工作,甚至在聖經也是 聖經講到有些人有問題,他們都是去幫助他們 不是說就這樣祈禱 我們祈禱了,你們會好起來 聖經沒有這樣的模式 都是要那些人去處理的 無論在舊日,生日都是一樣的 思想有改變,意志 決意我要建立的關係 或者要嚴恕 然後感情 感情有正面和反面 正面感情就是兩個人關係好 負面感情就是兩個人看見面都眼淹 生氣的 這樣的時候是要改變的 這是需要策略的 有兩個人很不喜歡對方 改到兩個人能夠和對方相處 然後對方好,實際上有很長的距離 這個過程的策略呢 祈禱才好 輔導才好 分開輔導 一齊輔導 這完全是每一個情況不同的 這是需要智慧的 譬如很簡單 兩個人已經罵到要離婚 要打架了 兩個人一起說是不行的 你兩個人分開跟他談 他的問題在哪裡 他覺得對方怎樣 有時你聽到A就說 B有這個問題 你跟B說的時候 他又會說出問題在哪裡 每個人有不同的角度 當你知道原來他有看法的偏差 或者兩個關係的偏差 看到的時候你就可以調教 如何去輔導他們雙方 最後將他們放在一起 還有祈禱什麼時候配合呢 祈禱因為神會做功 和柔軟人的心 令到他柔和 願意處理 所以在這個 如果這個復和 祈禱我就不會 好像我們經歷聖靈那種 祈禱 哈利路耶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不會只用這種 我都會用這種 讓他柔軟一點 但跟著我都會說 我們來到神面前 我們可能有些 負面的感覺 有些不開心的感覺 我們都將他帶到神面前 有時候祈禱也會有些教導 例如耶穌經常被人傷害 但耶穌也不要介意 因為他知道人的說話 不能夠破壞到神的計劃 所以耶穌也不介意 我們都可以學習 不要介意 因為這個其實是有些教導 在這個祈禱裡 最主要是引導他 我們在神面前 我們又看到神的愛 神的恩典 於是我們能夠看出對方 例如我都說過 有一種祈禱 是看出對方的祈禱 即是說 其實對方都受很多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人 所以我就看出他 看出他 又有嚴恕他 在這個祈禱都可以這樣 一樣可以做這些 即是釋放祈禱這樣 就帶領他 所以是兩個人都要做 而個別 或是一起祈禱的時候 有一種好習 他的心軟化 被神感動他 可能他便願意去柔軟 即是關係改善 但總是要有個點 是他需要 我需要衛生在這個關係 我需要衛生去改善自己 有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你大聲一點讓他聽到 如果母子那些 譬如母親願意改善 但兒子根本感覺不到 感覺不到有問題 只不過他覺得 我是患病了 我就是在家裡的大哥 即是完全是 沒有那個意識去改善 OK 好 其實凡是 一方面沒有意識去改善 這種關係通常來說是很難的 無論是夫妻 或者是父母子女 原因呢 多一個人不肯改善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 能夠將關係改善到 即是完全改善 但可以做到的就是 另一方更加柔和 他有愛心 對他欣賞多些 可能會改善 而兩方面 即是一方面 很不合作的時候 有一個困難 就是他們不肯輸導 多數 如果肯輸導就好了 因為輸導我會扭轉人的看法 原因是為什麼會扭轉呢 因為輸導的時候 就是我用的方法 我都希望你都是這樣的 我雙方聽他的困難 例如媽媽和兒子 媽媽來說 兒子又不讀書 又不聽話 又拗頸 又很多事情都不做 有很多原因 媽媽是充足的原因 她說兒子是錯的 但有時候我們聽到這個 我們當然會說 兒子是壞到不得了 即是我們很直覺地說 但其實可能兒子 我媽媽真的討得我好辛苦 我一見到他 他的臉口又黑 又暗沉 又長氣 所以我都不喜歡聽他說 這也有他的原因 所以在輸導的時候 我兩方面都會聽 而我聽的時候 我也會尊重他的感覺 尊重他的情況 我不是說他對他媽媽不好 是對的 但是我會說 我會明白 我會看出你那種感受 當他覺得被看出 他就會有個心 願意去 即是他覺得 我看中他 他就會有個心 想接受幫助 我也試過 有些婚姻 他都說差得不得了 即是想離婚 誰知道輸導的時候 發覺不太差 為何他覺得他要離婚 例如 例子就是 太太說丈夫 他有這個不好 那樣不好 那樣不好 即是很多事情 但他通常說 就是說我丈夫是怎樣不好 他就沒有說一件事 我見真的他就懶惰了 他沒有說這件事 通常很少人告訴我 我見真的我就懶惰了 我經常都罵他 他不說這件事 但丈夫就會說出來 當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看出到 原來丈夫有她的辛苦 太太有她的辛苦 大家都會感受對方的辛苦 又能夠說對不起 又能夠去看出對方的時候 都說我都願意 我願意去黃解 去嚴恕對方 他們會有改善的機會 即是有些覺得很沒有希望 其實未必差得那麼厲害 我通常都會在這個過程 我會找出她 她有她好的一面 即是可能那位丈夫 譬如你太太經常問她 但她都想好 不過她覺得很沒有希望 那我就說這樣就沒問題 你想好就行了 你想好就有方法可以改善 即是有時他們聽完之後 聽完被接納就會改善 但也當然有另一種 輔導的時候什麼都說好 什麼都說好 應該回去又不改變 不改變的時候 始終也是一樣 同樣的事情 的確會這樣 但如果一次輔導肯改些少 如果另一方願意一路柔和 即是不要用強硬的方法 那是會有不改善的機會 我發覺很多時候 輔導會有這樣的情況 多些是這樣的情況 有一個人不聽話 但另一個人就懵得 懵得 懵得是覺得 我很對 因為她這麼錯當然懵得 她又這麼錯 於是這方面就會懵得對方 那個人越懵得越不聽話 如果這個人願意去柔和 那個關係會改善 也讓這個做得不好的人 看得到她所做的好事 欣賞她的好處 她又會改變 她看到她做得好 是很好的 她就會被欣賞 被欣賞她又會改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如果雙方看到自己的問題 而改變的時候 關係就可以改善 因為她就不任誰 以讀留見 她自於雙方 形容 不少 記得 你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